大家好,我是孙叔公助理洪花,今天的小课堂开课了 许多人常常混淆指幼和鸡眼 那么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又该如何处理呢? 接下来小伙伴可要认真听了 当足部长时间受到摩擦和压迫 皮肤的角质层会因此受到刺激而增生 增生的角质就会向皮肤内部嵌入 故而形成鸡眼,好发于长久站立和行走 闲子锅紧的人群 从外观上看,多为圆锥形的角质栓 颜色呈淡黄色或深黄色 表面光滑,与皮面平行或轻微隆起 外围是透明的黄色环 指幼的形成是因为人体免疫力低下 又或者是皮肤受到损伤 HPV病毒就能够通过破损处侵入 感染皮肤表皮细胞 它具有传染性,能自身接种传染多颗 指幼一般呈黄色或灰黄色的斑块 点凭丘诊 表面粗糙,中央凹陷或分布数学点形成的小黑点 只要是足地长了追生物 及时电别处理就好了 但是二者在处理方式上却大有不同 去除肌炎主要是抑菌消炎 溶解角质,使其转化脱落 最重要的是排除诱因 避免足够长时间受到挤压摩擦 单除止忧的原理在于清除皮下病毒 只有病毒的消失 表皮反应才会慢慢减轻 风暴浸泡能在不刺激皮肤 不扩散感染的情况下 使忧体自行发出 直接作用于病灶 能有效渗透皮肤密杀病毒 因此不管是肌炎还是止忧 都要尽早判别 积极干预 才不会影响个人生活 我是孙春公红花 如果能够帮助到屏幕前的你 可在下方一键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